五位民進黨籍的吳日里長候選人一字排開 高聲喊出動算口號 準備角逐包含仁德 久德等無力的里長一職 爭取為鄉親服務的機會 文化了這個回饋金 對立的部分對社區政府尊重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說 如果我做里長的時候 我一定給人這個回饋金的時候 給每一個人都會享用到 希望為久德里能夠做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讓關懷一些弱勢族群 然後新設環中路下面一個很完整的一個休閒的一個空間 改變說我們欺負你一些種種的不合理的一些問題 所以說我這次的心是真正是為奇心百度 我們要買下來 買來改成這裡的一些不實際的空間 市議員陳世凱表示 之前烏大龍地區基層里長幾乎都是國民黨出現 經過這幾年生根基層 民進黨也培育出不少形象清新的新秀 因此這一次除了烏日推出五人外 大度以及龍警也共有四位 參選人數打破遺忘 而他們也打出共創新幸福的口號 希望可以贏得民眾的認同 這一次民進黨在大烏龍地區 可以說是提名里長人數最多的一次 而且我們提出的人選都相對年輕 然後清新 然後我們很肯服務 很肯走 很肯為鄉親來努力 如果我們總算到保持立的立場 我一定把我們的回饋金公布 我們所有的讓我們這個好理完全公布 完全來讓我們立民建立新的文化 我一直都是在當志工 我希望我當選志工是一個無幾職的義工里長 我把我的薪水捐入里內的公益活動或建設 不只民進黨來勢洶洶 許多現任里長也爭取連任機會 讓登記現場是熱鬧滾滾 老將新秀 已較高下 也讓年底九合一選舉是更加有看頭 接著來秋風 台中採訪報導